一碰就往左边拐了 这球 对吧 是不是往左边拐 我这个发球呢 其实是一个右侧旋 落台以后往右边拐 对吧 往它的右边这边拐 这种情况下 我们调整一下板形 调整一下球拍的角度 你不要正面去接球 本身这个球呢 过来就是一个特区 你要反着跟这个球使劲 这个球它过来往我们的右边飞的时候 我们的拍形呢 要接触球的左侧一点 往你的右边去接 拿你的反手发 发一个右侧去 我如果是正面对球 这个球肯定 对吧 肯定就往左边飞了 我把我的拍形 递准这个球的左侧 然后呢 你看我这样往这一立 最起码我往这一碰 这球就能碰回去 我这样 我就这个拍形 我碰它 它都能回去 我要这样 我一碰就飞了 你的手的这个角度很重要 如果对方发一个往我们右边拐球 我就接触球的这个左侧 接触球的这个左侧 如果是你的正手的话 我们就这个板形 看到没 我让它打开 外撇 对吧 你这样一碰这个球 它最起码 能回去 你就不会往两边飞 我如果正面 大家再看最后一个 马上就飞 咱们在接的时候 主要是球盘角度的一个问题 你在控制球的时候 不要正面去对着这个带侧弦的球 这个球是往我们的右边拐 我们就接触球的左侧 反手呢也是这样 把你的板形对准一点 然后正手呢也是外撇一点